本场比赛 乌磊先后接奥斯卡和胡尔克庙传没开二度 旅人军锦上天花 扎哈维为广州复利打近晚回颜面的进球 在乌磊与扎哈维的PK中 上海上岗7号再次完胜 扎哈维是上赛季中超金靴 也是赛季最佳球员 本赛季 乌磊有挑战扎哈维 拿到中超金靴的可能性 一直在射手榜上领跑 中超联赛第三轮 上海上岗客场挑战广州复利 扎哈维先拔头筹 消至随后扩大领先优势 上海上岗一度0比2落后 关键时刻 乌磊挺身而出 连进四球帮助球队大逆转 上海上岗最终5比2大胜 那场比赛 乌磊打进四球 扎哈维打进一球 本场比赛 乌磊打进两球 扎哈维打进一球 本赛季中超金靴最有机会的两名球员 乌磊两回合6-2玩爆扎哈维 在KO扎哈维之际 乌磊继续刷新中超联赛进球记录 上轮同成得比战 上海上岗主场 2比0击败上海深花 乌磊打进一季非常漂亮的进球 他从而打破了韩鹏的进球记录 以89球成为中超历史射手王 本场比赛 乌磊没开二度 将中超历史射手王记录 迈过了90球大关 达到了9-1球 不过 乌磊虽然是中超联赛历史射手王 但却不是中国顶级联赛历史射手王 因为中超之前 还有假A联赛 算上假A联赛时代 乌磊打进9-1球 只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第四位 在中国顶级联赛射手榜上 乌磊身前还有韩鹏 郝海东和李金宇等三名球员 其中韩鹏打进94球 郝海东打进96球 按照目前的进球效率 乌磊超越他俩不在话下 李金宇是中国联赛顶级历史射手王 他一共打进了120球 乌磊想要破这个纪录 估计要等到下个赛季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乌磊还挥霍了几次机会 包括一次单刀机会 竟然被广州复利守门员成月磊化解 遗憾错过帽子戏法 如果乌磊能够提高把握机会能力的话 那么会更快时间成为中国顶级联赛历史射手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